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体来说分为几个器官 一个是肾脏 然后下面接着是塑尿管 再下面接着膀胱 那膀胱下面就是一些附属性腺及尿道 包括前列腺和尿道 那么这个男性的 肾脂系统和泌尿系统的肿瘤发生呢 从上到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看一下最上面肾癌 肾癌也叫做肾细胞癌 那么它的这个肿瘤的发生 是占泌尿外科肿瘤当中的第三位 那么在国内 中国第一位是膀胱癌 第二位是前列腺癌 那么在西方 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 那么前列腺癌占第一位 膀胱肿瘤占第二位 但是这个肾癌它都是占第三位 那么占肾脏原发肿瘤的 恶性肿瘤当中的85% 所以它是在肾脏里面的 比较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 它的肿瘤的细巴来源是肾小管 男的和女的这个发生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男同学以后发生这个风险 要比女同学要高一倍 所以也是一个女同学的一个优势 那么高八年龄是在50到70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肿瘤的发生 它在肾时之内发生 那么逐渐向外膨胀性的生长 形成一个胀胃性病变 那它有可能向内侵犯到 集合系统或者是血管系统 那么它的危险因素 首先吸烟是一个危险因素 那么吸烟不仅是导致肾癌 也会导致很多其他的肿瘤 那么不仅导致肺癌 还可以导致其他肿瘤 那包括泌尿器肿瘤也是一个高八的因素 那么肥胖的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呢在西方这个比较胖的人 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肿瘤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肾癌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么饮酒和食物包括一些中金属元素 还有一些高蛋白饮食 也是它的致癌的诱因之一 它的病理 我们在学病理学的时候 已经看过很多这些肿瘤的一些片 那么肾癌里面最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透明细胞癌 Clear Cell Casinoma 那么为什么是透明细胞癌呢 因为它的这个 在H1展色里面 它有一个比较多的 质地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在切片以后 可以看到细胞疆是比较透亮的 所以叫透明细胞癌 那么其他还有些内型 包括颗粒细胞癌这个样子 或者是缩形细胞癌 那还有一些少见的叫集合管癌 它的来源是集合管的细胞 那也有人叫做弦色细胞癌 那么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 因为肾脏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隐蔽的 那它是处于人体的这个背侧 前面是有浮腔脏器 周围是有肋骨 后面有脊柱和腰肌来遮挡住它了 所以呢肾脏出现的病变 是比较难早期发现它的一些症状 那么经常出现的症状是因为 病人觉得有腰痛了或者是有血尿了 或者摸到一个包块了这样来看病的 那么如果出现的这些症状呢 都提示它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病程 这三个病 这三个症状我们叫做胜癌的三连针 当出现任何一项或者两项 都提示这个肿瘤已经长到一定程度 才引起它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血尿 是因为这个肾脏的肿瘤 已经突破到集合系统了 如果是出现了疼痛 是因为这个肿瘤太大了 牵拉包膜 引起包膜的一个牵拉性的疼痛 那么长得太大了 就出现一个腹部的包块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肿瘤已经很大 然后呢 向内已经期望到了结合系统 所谓结合系统就是肾瘤肾斩的粘膜 那么如果它已经突破了 这个肾瘤肾斩的粘膜 使得这个肿瘤内发生破裂 出血以后 这些血就可以混到尿液里面 沿着这个肾瘤肾斩的尿液 一直向下流到外面去 那么病人在排尿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一些肉眼的血尿 那么当有时候没有肉眼血尿的时候 我们通过尿常规的化验 也可以看到 尿液里面有一些红细胞 就是静下血尿 那么这个时候表示 这个肿瘤已经侵犯了肾斩 或者肾瘤等结合系统了 那么如果这个肿瘤继续生长 比如说像这个 长得太大了 那向外压迫了这个肾瘤的包膜 使得包膜的张力增加了 它就会出现一个牵拉包膜 引起的疼痛 那么我们知道内脏的神经 它没有一个锐性的痛觉感受 但是它如果是牵拉 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内脏痛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那在肾瘤膜它会有神经纤维 那在牵拉肾瘤膜以后 会引起病人的患策的腰部的疼痛 那么如果这个肿瘤长得太大 超过了肾脏 已经侵犯了腰肌 或者临近器官 会引起临近器官或者腰肌的 这些神经的一个侵犯性的疼痛 那当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比如说刚才说的血尿 那么形成血块以后 它经过数量管 在数量管里面 引起数量管的一个堵塞 或者是数量管的筋端 引起肾瘤内压力增高 它会引起一种叫做肾脚痛 局部腰部的一个持续性 或者是间断性的一个脚痛 那么肿块 比如说这个肿瘤 已经找到这么大 那这个基本上在肚子上 就可以摸到一个八块了 所以经常有时候病人会觉得 这个肚子好像一块硬硬的东西 然后来找医生看 这时候呢 我们会如果发现 它这个肾癌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晚期的 已经肿瘤 已经顶住肚子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肾癌 三大症状的任何异象 都提示这个病人 是比较晚期的 那么临床表现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三大症状以外呢 还有一些肾外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些症状 它都是非特异性的 就是肿瘤引起的 不仅是肾癌 那么其他肿瘤 也会引起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改变 所以呢 我们只能是把它做一个 辅助的一个证据 那包括发热 那发热的原因 就是因为肿瘤太大了 坏死了 那么这些坏死的组织 或者细胞吸收以后 引起的一个吸收热 或者是一些毒性物质的吸收 或者是肿瘤发生 产生的一些内生的 一些炙热源 引起的一个发热 那么消瘦是因为肿瘤 它是消耗性的疾病 当出现恶液质的时候 别人会出现高消消耗性的一个改变 就出现一个消瘦 那红细胞成效率会增快 那有时候我们给它测一个ESR 可以看到ESR会升高 但这个不是特异的 那么各种炎症 或者一些其他的肿瘤 也会引起一个ESR的升高 红细胞增多是什么原因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肾癌 它是来源于肾脏 那么肾脏它有一个功能 分泌EPO 出红细胞数 那么当这个肿瘤它也 有些肿瘤它也会分泌EPO 引起这个红细胞的一个增多 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 肿瘤太大了 晚期了 出血了 或者是一个出现恶液质了 它也会出现贫血 所以这个红细胞增高也可能 加强也可能 它没有一个特异性 那么如果当这个肿瘤压迫了肾脉脉 引起一个肾的肾素分泌增多 会引起高肾素血症 这样的会引起一个血压增高 那么或者是当肿瘤里面 出现一个流体的动静脉漏以后 这个动脉血直接进入到 静脉里面 也会引起这个血压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个肾癌的 肾外表现虽然说比较多 比较没有特异性 但是呢也还是一个 对于我们临床诊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那我们当发现这个腹部有包块 或者是血尿的时候 同时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有没有肾癌的可能 那么如果这个肾癌出现转移以后 它会出现一些转移的 相应的病造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肺转移 那么肾癌最常见的血液转移的途径 部位就是肺 那么也可能出现股转 也相对比较少 比如说引起激发性骨折 或者是脊椎的转移 引起的神经性的压迫 那么还有一些肾经脉的癌症 引起的一些其他的表现 比如说下肢的一个预血 还有一些筋索经脉的一个扩张 这样都是一个引起它的血管 下降经脉回流障碍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刚才说了这么多症状 包括它的三大症状 身外表现和转移表现 实际上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 特异的这三个症状 已经是晚期了 所以对于这个肾癌的诊断 早期是比较困难的 通过症状是很困难的 因为它的这个症状是不典型的 而且多变的 各种可能都有 也可能它是混杂了其他症状 那么如果是出现三连针 都是晚期 所以它的诊断 肾癌的诊断 目前来说 更多的是依赖于 影像学的发展 如果是影像学的发展 用于常规体检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 更多的一些早期的生癌 那么现在 就是大家的这个 体检的意识增强以后 也会发现 这个生癌的发病率增高了 实际上它不是发病率增高 它是个减触率增高了 有些早期生癌 它没有症状的 做个B超 就看到肾炉里面有个东西 然后再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可以诊断肾脏的病变 所以生癌的早期诊断 更多的是依赖于 影像的一个发展 那么影像的发展 最基本的 影像学的检查 最基本的B超 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一个检查 因为它是无创的 比较便宜的 那么像我们愿意做一个B超 可能单纯做肾脏的B超 可能就是几十块钱 一百来块钱 可以做彩超了 所以相对来说 是比较经济 比较便宜 那么在B超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像这个肾脏里面 有一个实性的 一个团块 它是一个低回升的 这样一些病变 那么如果这个肿瘤 出现一个出血 坏死 肿瘤比较大的时候 里面还可以一些 不规则的夜行暗躯 那么这是一个 普通B超看到的 那么如果 做普通B超 看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这个 彩超 彩超 彩超多普勒超 可以了解一些血管的变化 那么肾脏 它里面的血液供应 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在彩超下面 可以看到更多的血流供应 进入到肾脏里面 那么我们再用一些 超伤噪影剂 比如说给病人 打一些利生险 再来做彩超 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看到的 一个低卫生的 一个团块里面 这个很多红色 蓝色的一些 血管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 它的表示 它的血液供应 比较丰富的 那再结合刚才的 普通的B超来看 那这个基本上 可以了解 它是一个血液供应 比较丰富的 一个占位性病面 那在肾脏 85%的这样 都是一个肾癌 所以对于B超 对于这个肾癌的诊断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出塞的方法 当然问题就是 这个肿瘤到底 边际在哪 什么样子 不是太清晰 所以B超 对于具体的 这个影像来说 还不是太足够 所以如果B超 我们怀疑了 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要再做 进一步的一些检查 那么XCM 也是一个常用的 影像学的检查的方式 那么在泌尿外科 很常用的是一个 腹部瓶片 加上噪影 那噪影我们就用的是 静脉生液噪影 这个静脉生液噪影的方法 就是通过 静脉血 外周静脉 打噪影机以后 再来拍片 那么这个噪影机 通过人体血循环代谢以后 通过肾脏代谢 进入到尿液里面 在尿液里面 含有噪影机 我们可以拍片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这个有尿液的地方 它就变白了 那么像这个病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侧的肾 肾展 肾鱼 树脏管 形态是基本上正常的 那么对侧有什么不一样呢 似乎看不到 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呢 跟这一边是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一个影像 就说这一边的上展 它是变得 更加的细长 那么这样的 是一个间接的 一个影像 影像的一个真相 虽然我们不能看到 肾脏里面有什么 加密性病变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个上展 被东西拉长了 那这时候我们会 会考虑 是不是有东西 在这里把它压过去了 所以那造影 它能看到一些 间接的真相 当然对于这个肿瘤 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有多大 是什么心态 仍然还是不够的 所以除了这个 S线以外呢 我们还要再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那么常用的方法是CT 那么CT检查是目前 射癌诊断的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可以发现 那普通CT可以发现 是0.5个厘米以上 就5毫米以上 实际上现在 更加的进步了 像我们院的64排CT 它的每一个层 就是它的一个螺旋 每个螺旋 大概是0.5毫米 所以它能够发现 更小的一个病变 当然不是说 你能够扫到0.5毫米 就能发现 0.5毫米的肿瘤 因为它的肿瘤 它有一定的一个形态表现 才能让我们发现 虽然这个小的肿瘤 我们可以扫到 但是在影像上 我们不一定能够发现 那么至少来说 小于1厘米的肿瘤 我们都是可以发现的 这个都属于早期的生癌 那么像这个病人 这边肾脏 右侧肾脏 是 左侧肾脏是正常的 那么右侧 我们看不到肾脏的形态 那么右侧看到一个 密度不均匀的一个 中等密度的一个站位性病变 那么正常的肾脏形态看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考虑在肾脏的位置 有一个肿瘤 那么在这个观价重建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右侧的肾脏形态完全已经改变了 那么左侧是个正常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那么右侧这个肾脏 它变得更加的大 而且中间的密度是完全不均匀 有黑的有白的有灰的 那这是一个 右侧的站位性病变 伴有中央的一些液化坏死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般考虑它是一个肾脏 那么CT平扫的情况下 肾脏一般是一个 密度不均匀 或者是稍高的 中等密度的一个东西 那和它的对侧的 肾脏对比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区别 当我们用了一些造影剂 就是强化以后 可以看到 有肿瘤这一侧的肾脏 就是肿瘤它的强化 是跟正常肾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影像上 我们有个数据叫做快进快出 就是它比正常的肾 更早地发生强化 但是更早地消退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因为肾脏肿瘤里面的血液 供应是比较丰富 它血流比较快 所以它可以更早地 把这些造影剂 带到肾脏的肿瘤里面 那因为它血流快 它同时 进去的快的同时 它也会走得更快 那么肿瘤里面的这些 造影剂 就更快地比肾脏要消退 所以它会有个快进快出的表现 所以在增强的CT里面 我们和正常的肾脏 做一个强化的强化器的对比 就可以知道它里面的血液供应的情况 那么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个肾癌 像这个里面有多发的坏子造 囊静便 那么磁工症也是一个诊断肾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么有的病人 它做CT也可以 做磁工症也可以 那么磁工症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做一个冠状 冠状的一个重建 你可以看到一个 冠状位的一个肾脏的形态 和它里面的肿瘤的关系 当然现在三位CT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现在的螺旋CT也可以做冠状重建 所以这两个 CT和磁工症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你可以做磁工症也行 可以做CT也行 那这个是刚才那个病人 我们做了CT看到它的形态 那磁工症它也是比较类似的 那磁工症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通过T1加全和T2加全来调整 调节它的这个显向的一个实相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密度的改变 那可以对我们诊断更加的有帮助 那么再加上一个磁工症的一个 加强的扫描更加的清晰了 这是刚才同一个病例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诊断 包括血管噪音 那血管噪音的方式就是 通过动脉里面打噪音机 那么我刚刚这个筋脉摄影噪音 通过外周筋脉 那这个是通过动脉打噪音机 那么常用的是通过骨动脉放管 插管插到这个副主动脉里以后 找到肾脏的动脉 把这个管放到动脉里面 再打噪音机 然后再来拍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肾脏的下期 有个血液工艺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 那血管是比较杂乱的 而且能有一个向外的 突出来的一个站位性的一个改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它是一个肾脏的一个肿瘤 当然这个血管噪音 对于诊断来说 不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方式 然后它做一个动脉的插管 它是有侵入性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这个片实际上 不是在做诊断时候拍到的 而是在做术前动脉栓栓的时候拍到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肿瘤太大了 我们要把这个血管先阻断了以后 再来做手术 可以减少术中的出血 这时候我们先打个噪音机 了解它的肿瘤的血液供应以后 再来做山栽 所以这个血管噪音 动脉噪音是以一个方式 但是不作为一首选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鉴别诊断 它所需要鉴别的就是 肾脏里面有个东西了 那么这个东西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是肿瘤还是不是肿瘤 那么肿瘤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主要的鉴别点是在这里 那么肾脏里面有个东西 它如果不是肿瘤是什么 有可能是一个肾脑肿 狼性病变 如果它是肿瘤 但是不是恶性肿瘤 所以它有可能是良性肿瘤 那么我常见的是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错构瘤 它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组织的 一个发育的异常引起的 实际上就跟我们体表的脂肪瘤的 这个结构差不多 它原来是含有脂肪的 那么肾瘤里面是没有脂肪 这是它的一个鉴别要点 那如果它是恶性肿瘤 那么我们要鉴别 就是这个恶性肿瘤的传达来 因为肾脏里面的细胞结构 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肾脏里面 有超过26种的细胞内型 那么这个细胞传达来 那肾瘤的细胞来源是肾小管 那除了肾小管来源的 常见的包括从肾余粘膜 或者是肾斩粘膜来的 就是肾余癌 这是尿路上皮 那么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肾母细胞瘤 它的细胞来源不一样 所以通过不同的细胞来源 我们也要考虑它是从哪来的 那么还有一些 从其他的来源的肿瘤 不是肾原发的 比如说淋巴瘤 或者是肾转移癌 那这是我们所需要 鉴别的其他的肿瘤 那么肾癌的分期 从这个TNM分期里面 肿瘤局部的分期 我们是分四期 T1到T4 那么T1的意思就是说 肿瘤是局限在肾脏里面 小于7厘米 小于7厘米的这样子 肿瘤我们T1 那它的这个 做了根治性手术以后的 五年生成率可以达到95% 所以早期发现肾癌 它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那么到了T2期 T2期意思就是 肿瘤局限在肾脏里面 它的体积超过了7厘米 太大了 但是它还在肾里面 这个是如果我们给它 做根治性的手术以后呢 它的五年生成率还可以 88% 那么如果到了T3期 T3期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肿瘤侵犯了 摄像线或者是 主要的静脉系统 有静脉的硫栓 那么这个T3期的肿瘤 五年生成率 就是做了根治性手术 只有59% 那么就是少了 40%了 那么如果到T4期 就是肿瘤已经穿破了 肾脏的包膜 或者甚至有其他的 淋巴结转移了 这个T4期的做了 根治性手术的 五年生成率就20% 所以对于这个分歧来说 越早发现的肿瘤 治疗效果越好 那么治疗怎么治疗呢 根治性的肾 切除是最基本的治疗方式 因为肾脏肿瘤 肾癌对于放疗和化疗 都是不敏感的 肾癌你给它做放疗 放完以后没用 肿瘤还是在那里 甚至更大了 或者其他地方转移了 那么化疗为什么不敏感呢 因为它里面会表达一种 多药耐药基因 MDR基因 这种基因对化疗药 它有个外排的作用 就是它化疗药进去以后 细胞会把它排到细胞外 不进到细胞内 你不能杀死它的一些遗传物质 比如说你不能抑制它的DNA的合成 你就不能抑制 这个肿瘤细胞的分离和分化 所以对于放疗和化疗来说 事还没用 做也没用 就算晚期再做也没用 那么除了手术以外 还没有其他方法呢 生物治疗 实际上生物治疗 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就是我们会用一些细胞因子 那么以前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 白结束二 或者是干扰术 都用过 在临床上也用过 那实际上这个 在临床上的有效率 大概也就15%的病人有效 15%这个数是非常低的 就是85%的病人用了以后没有用 就15%的病人 可以控制肿瘤的一个进展的速度 但是你不能杀灭肿瘤 那么除了以外 这些方法以外呢 最新的方式 还有分子把相治疗 那这个待会我们会大概的介绍一下 所以最主要的方式 治疗方式还是一个根治性切除 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根治性切除 那我们刚才看的分期里面 T1 T2期的治疗效果很好 T3 T4就不行了 所以怎么样才能达到根治的一个效果呢 早期发现 那么所以 常规体检当中的这个影像检查 比如说B超 猜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发现早期的肿瘤 可以做一个根治性切除 那效果很好的 如果是晚期肿瘤 当这个病人已经有血尿了 有肚子痛了 有这个包块了 然后再来找我们的话呢 你再给他做手术都没用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 其他方式都没有用 不起作用 那么手术也切不干净 所以对于晚期肾癌 如果不能手术的 效果是相对比较差的 那么这个根治性切除的方式呢 它适应的就是 局限在肾周筋膜内的肿瘤 实际上也就是T1T2期 那么T3期的距离太大了 已经侵犯到市上线 或者是主要的这个筋脉了 虽然你可以做 就是包括上线一起来切 包括静脉的癌旋一起来切 但是呢效果始终是要差一点 只有59%的这个五年生存率 那么它的这个范围 是包括患侧的肾脏 肾周筋膜 同侧肾上线 同侧淋巴结 还有上1分之1的树脏管 所以它的切除范围是什么 就是肾脏周围的大部分东西 和上面的树脏管 那么这个我们显示就是 我们在处理这个肾脏的血管地 这个肾脏的筋脉 那么肾脏筋脉 动脉已经处理掉了 先携脏了动脉以后呢 减少这个血液的一个充血 然后我们再来分离这个筋脉 把这个筋脉三重结扎 那我们这个结扎用的是一个血管 索扣 Hemlock 那么这边是下肾脏 这边是肾脏 那么上三个Hemlock以后呢 在近端两个远端 一个的这个之间 这里把它剪断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肾脏的肾脏血管 把它离断了 这时候我们就来 就可以方便来游离肾脏 把这个肾脏拿出来了 那这个是在腹腔镜下来做的一个视频 这个可以看到 它里面是一个肾脏的一个血管地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根茎切除它能够切到的范围 也就是肾脏 肾脏脂肪脏囊 你最多把肾脏线切了 再切一部分的视频管 如果这个肿瘤已经跑到外面去了 跑到脂肪脏外面去了 你再做根茎切除 这个实际上是偏自己的 这个达不到根茎的 那么对于一些早期肿瘤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方式 就是根茎切除呢 你实际上要把整个肾脏拿掉 那万一这个病人 一个是他肿瘤很小的 你没有必要拿掉他整个肾脏 你要把它有肿瘤这部分拿掉就行了 这个我们叫做保留肾单位的肾癌切除 Nephalon Sparrow surgery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肾部分切除 那这样可以保证病人 他有更多的肾 起到作用的肾单位 能够代替满足人体的一个需要 特别是有些特殊的病人 比如说两个肾都有肾癌 虽然这个几率很少 但是还是有的 那如果两个肾都有肾癌 你两边都做了根质性的切除 那这个病人就没有肾了 那做完手术第二天 他就要去做血透 这样的话呢 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还有就是孤立肾的一个肾 他又长了肾癌 这限定性就有一个肾 肾出来就只有一个 如果又长了肾癌 你做了根质性切除 那转柜也是一样 出手时就要进血透时 因为没有肾 他人体每天的这些代谢产物 没有途径排出来 那我们知道人一天 大概肾里的这个尿量是 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尿量 那如果你没有肾 1500到2000的液体从哪出来呢 没地方出 只能通过透析的方式把它排出来 那么还有一些对策肾功能低下 实际上也就相当于 只有一个肾 对策肾不起作用 这时候如果你把这个肾切了 也是不行 所以对于这些特殊的病人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保留生单位的 肾癌切除数 那么从这个行政医学的 这些数据来看 这样保留生单位的切除呢 跟根质性切除的 五年生成率是接近的 当然你要保证你的肿瘤要切干净 不能说是切一半 留一半肿瘤在里面 那不行 那保证肿瘤切干净的 这种基础上来说呢 跟根质性的治疗是比较接近的 那这是我们科室做的一个 开刀做的一个肾肿瘤的部分 那这是个肿瘤 那首先助手先控制住这个肾脏的血液供应 不要让这个出血太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肾脏 它是一个血管非常丰富的 质地比较脆的一个器官 那一切开它就会冒血了 对吧 就是很多血 所以我们要先控制它的血管 那么开刀手术的有好处 我们可以助手用手捏住这个肾脏 可以减少这个血液跑到这个切口的地方 这时候呢我们再用锐性手术刀 把这个包膜切开 切开以后就把刀掉过来 用刀柄 做钝性的分离 用刀柄分离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碰到有分不动的地方 那可能是血管或者集合系统 这时候分不动的地方 如果你用刀切一切它就出血了 那么如果是分不动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钳来结扎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有分不动了 然后呢我们就拿个钳 把这个分不动的地方 钳加一下 然后上面再把它切开 这样呢可以减少手术当中的一个出血 这样子钝性和锐性结合 能够把这个肾脏 相对来说 出血比较少的这种状态下 把这个肾脏切除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分不动的地方 也是用钳来钳加以后 再来逐步的切开 所以就钝性锐性来结合 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 这个手术的安全性 那么切完以后怎么办呢 这个刀面我们不能就这样 就把它放回肚子里面去了 那放回肚子里面去 就是相当于一个肾破裂 肾挫伤 甚至肾裂章 那这样都会出血 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刀面把它封闭 那么封闭我们一般是分两层 第一层是在内层 先把这些血管 先把它结扎或者是缝扎 然后呢还有些有可能会通到 这个肾斩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肿力切太深 一切下面就是一个肾斩 有尿出来的 之后我们还要把它缝合 用可吸收的线 把它做一个连续或者间调的缝合 那么外面这个刀面 再做第二层的一个可吸收线的一个缝合 让这个肾脏的刀面封闭 这样可以防止疏后的一个出血 那么除了开放手术以外呢 我们也做一些辅腔镜下的手术 那这是一个后辅腔镜的胜部分切除 那比如像这个病人 他是一个63岁的 体检发现右肾的一个肿瘤 那么在C上可以看到 这里有鼓出来一个东西 在冠状重建的时候可以看到 肾脏突然有一个占位性病变 那这个术前诊断是一个肾癌 那我们首先在辅腔镜下来分离 这是肾脏的动脉 那么分离肾动脉以后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动脉暂时的把它关闭 那么关闭我们是用一个小的血管夹 把它夹住它 夹住它以后就在肿瘤表面 用剪刀把它剪开 那么因为辅腔镜下 我们把这个血管完全阻断 所以它出血是不多的 而且再加上辅腔镜 它有个气腐的压力 我们一般是调到12到15的 这个气腐压力 可以使得一些静脉的出血减少 所以在辅腔镜下 似乎这个串面的干净了 所以在这种 凡是能够开放手术切除的这些 那么在我们科基本上 用辅腔镜都可以完成 那这是我们做辅腔镜的一个方式 也是一样做一个缝合 当然这个辅腔镜缝合 比开放手术缝合相当困难一些 所以我们用的是联系缝合 而且不用打结 那不打结怎么办呢 这个线会松的 我们用的是这个Hemlock 一个血管夹 把这个线夹住 推下去 那线就不会松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打结 可以减少这个手术的时间 那因为这个手术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这个动脉夹 是夹住这个动脉的 肾上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这时候是一个热缺血的状态 那么所以这个缺血的时间我们要控制 一般来说 肾脏的热血的时间 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 所以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要尽快地快 那么所以我们用的这种 不打结的方式来缝合 相当于来说 可以缩短它的手术的时间 那么现在也还有些 更新的一些 缝线的技术的改进 现在有些带刀刺的线 这个Hemlock不用了 它带刀刺的 线上有些这样的刀刺 缝过去一拉紧 它就不松 缝过去拉紧 打切也不用打 所以就更加的快捷和方便 那么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改变 所以对于肾脏的肿瘤 我们的手术的方式 可以有整个根性的切除 可以做部分切除 部分切我们也可以用 浮腔镜也可以用 用开放手术 都是可以的 那只是一个方式不同 那么更进一步 我们可以用什么 打分期系统 这是一个机器人辅助的一个手术 那么什么叫打分机器人 这是机器人 但他不是人 他这个机械臂 人在哪 人在这 人还是我们自己人 那控制这个机械臂的是这个医生 医生在这个操作台这里 来控制机械手的一个运动 那么机械手上面有各种手术的器械 那么在医生的控制下 这些器械可以做一些手术操作的一个活动 那他的这个手非常的灵活 跟我们的手一样的灵活 那么比浮腔镜更加的方便 那么医生通过这个操作台 看到这个视野 它是个三维的一个视野 医生可以不用上台 不用洗手 甚至他可以在隔壁 不用在手术间里都可以 那么这个也可能 以后的发展就是 可能是个远程医疗 比如说医生在中国 病人在美国 我们给美国医 病人做手术 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这是他机械臂的操作 就跟手这个活动是一模一样 就是你手怎么操作 他机械臂是怎么操作 这样就非常的灵活和方便 比我们这个浮腔镜的缝合要方便多了 那浮腔镜的这个操作 目前来说瓶颈 还是在一个缝合打结的一技术 那么如果是用了机器人 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那这是一个演示 这个机器人的手术 手术在这里 医生在这里 那么医生在这边操作的时候 这个手术台上的这些接壁 也跟着他这样来运动 那么现在的机械 它是四个手 一个手是放枪劲系统 就是放这个枪辅枪劲 一个枪劲 另外三个手是操作 所以医生他可以控制四个手 比我们真正做手术 只有两个手要能够控制的更多 那么医生在这边操作 看这个视野它是个三维的 因为它的影像系统是两个摄像头形成合成的 就像我们看阿班达一样 它是3D的一个效果 那么辅相镜的这个效果 我们平常在手术时看到的辅相镜 它是个二维的 就看电视一样 那么我们知道左右上下 但是不知道深浅 那么达文器系统 它就有个深浅的一个空间感 所以你在缝合的时候非常的精确 那么它的缝合的操作 跟你的手术操作是一样 你是用手指 拇指和食指 这样操作是人最灵活的两个手指 这样的话你在缝合的打结 这样的过程操作当中 都是比辅相镜更加的一个灵活和方便 更加的准确 另外它可以两个操作台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一个教学 那么旁边有个你的上级医生 如果看到你做的不行 它可以旁边来 就是来做它自己更好的一个方式 可以来进行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那么这个系统在美国很多 国内已经慢慢开始引进了 那么也许我们医院 也有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么肾癌除了这个手术切掉以外 还有个问题 因为这个肾癌发病率很高 比如说像美国 每年肾癌发病率 新增病例是有五万一千例 超过五万例的新增的病例 每年死亡率有一万三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死呢 有这么多的好的手术方式 这么多好的手术器械 因为手术后 仍然会出现 有人就转移大概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 另外就是还有很多病人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十病人 在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做不了了 那做不了怎么办呢 刚刚我们说的靶腔治疗的药物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肾癌里面 有很多这个分子靶腔的通道 包括VHL的通道 HIF通道 VHIF MTOR都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信号通道 那么通过这些通道的阻断 可以抑制肿瘤的发展 那么现在常用的这个 比如说索拿菲尼 舒逆腻尼 帕斯帕尼 背发单抗 还有这个MTORE这些 Avrolimus 这些都是现在用 比较新的一些治疗的理念 那通过阻断肿瘤里面的一些信号通道 来删灭肿瘤 那么对一些晚期肿瘤 比如像这个病人 来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 做不了手术了 那么我们给他用了一些 这些板凶治疗药以后呢 肿瘤缩小中央坏次 那像这个有个很大的淋巴结 那么用完药以后呢 淋巴结缩小 也许它可以再过段时间 可以做根植性的切除了 那么像这个肿瘤很大 那用完药以后呢 中央全部坏死液化 成一个囊药的东西 那像这个肿瘤 有个瘤栓一直长得让 长到这个阁下 腔筋瘤内有个很大的一个瘤栓 肿瘤栓 那么用药以后 这个瘤栓就不见了 那么这些肿瘤 用药以后 我们接下来给他做个病理切片 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一个 广泛的一个坏死的细胞 那么像这个病人 根植性切除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淋巴结 那么做完 保育治疗以后呢 淋巴结缩小 那这个也是肿瘤很大 吃完药以后中央全部液化坏死了 那这个也是 肿瘤本来是这样的 T27的 用完药以后降到T27 那像这个病理也比较特别 那这个 左剩一个很大的一肿瘤 肾脂脉流栓 从这个肾脂脉 涨到上面超过了隔 一直进到哪里呢 进到这个 优心房 在这个心脏采刷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流栓 那这样的病人 如果是平常零肠上碰到 都办 如果没有其他方法的话 就是 可能回家 想治什么治什么 想做什么做什么 过段时间也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很晚期的 已经是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了 那么现在用了这个 把腔治疗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流栓 已经退回到这个肾脊脉里面 肾脊脉没有了 那么这个手术切下来的肿瘤 这么大 但是呢 流栓已经变成一个纤维锁蛋 那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 根治性的效果 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手术和靶腔治疗 是并肩作战的 当然这靶腔治疗 目前还有很多 没有解决的问题 刚才这些都是个例 不是说每个病人都有效 但是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么另外肾脏肿瘤里面 还有一种比较 特殊的内型 就是肾余癌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肾余癌就是我们肾癌 需要鉴别的一个问题 就是肾脏里面同时有肿瘤 到底是肾细胞癌的 还是肾余癌的 那么肾余癌 它的最常见的内型 就是移心细胞癌 跟黄瓜一样 因为它是移心细胞 尿路上皮的 那也可能是磷癌 或者腺癌 最常见的移心细胞 它的表现是什么 最常见的是血尿 因为它是 在集合系统里面 所以肿瘤一破裂出血 血就跑到尿里了 就会引起血尿了 那么疼痛也是 比较晚期的情况 或者是有血的情况 所以最常见的肿瘤 就是 症医癌最常见的症状 还是血尿为主 那么诊断方面 也还是通过 这个影响学诊断 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这个噪影 那这边是正常的 集合系统 那这边集合系统的样子 很难看 中间好像一团黑黑的东西 这实际上叫做充音缺损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要考虑 有没有剩余的有站位 当然这个看不清 看不清怎么办呢 做CT CT可以看到 这边里面一些 软组织的包裹款 软组织的包裹款 所以CT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它是一个生育来源的肿瘤 那当然 磁工症也一样 磁工症跟CT的作用差不多 那磁工症可以看到 这个生育里面 有个软组织的黑的东西 那正常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充音缺损 所以在磁工症上 也可以考虑 它是生育来源的肿瘤 再介绍它的群疗的病史 基本上可以诊断 那么治疗方式 跟虚似还差不多 但是有点不一样 它手术还是主要的 手术切除范围 包括肾脏 肾脂肪脂肪囊 跟刚才肾癌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要切除全弹的磁酿管 以及磁酿管 在膀胱的一个出口 就是它切得更多 因为如果是残留的磁酿管 或者残留了磁酿管和膀胱的 这个接口的地方 它以后的复发率 可以达到30% 甚至高到75% 所以如果你不切掉 这个磁酿管的话 它以后很大机会 可能又会肿瘤了 那么疏后还需要进行一个膀胱里面的一个化疗 所以治疗的方式 跟肾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肾癌我们切的范围 是这里 这个圈就够了 那么肾癌要切除的范围是哪里呢 我切这么大 要把吃上去半次上酿炉全部切掉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的 肾癌根植树切除范围 和肾癌根植树切除范围的差别在哪里 经常会考的题目 那么对于晚期的怎么办呢 晚期实际上没有办法 那只能是浮足治疗 包括化疗或者是放疗 那对于生影来说 相对化疗还有点效果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式 好吧 那么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 我们刚刚刚就先休息10分钟 感谢观看